任何人看到今天 来到梦想机的这台车 绝对会让你很有感 你印象中的商用车 是嘻嘻嘻嘻嘻 还是有个货抖平台的呢 其实有些商用车 不但有天窗 还可以四轮驱动 不信吗 今天我们就出动了 这一台花了百万元改造的 得利卡 我们不去载货 我们就去 想不到吧 这些商用车即使 十多年来都没大改款 一样卖得恰恰恰 而且每年在新车销售排行榜 都还占了前几名 甚至中股车 还有很多用福 而且中股价还非常不错 想更加认识这些商用车吗 一定要锁进 今天晚上的梦想间 五十七号 观众们晚安 我是怡婷 为了满足常常在越车无数的 这些汽车打烂人们的心里的 那一个欲望 今天我们特别出动一台呢 真的各位来宾来到现场都说 哇 竟然有这一台 这一台 在台湾其实在路上 偶尔还可以开到得利卡 但这一台真不一样 花了百万元给它新的灵魂 我们就载着这一台 开着这一台车 载着我们去山上 Offroad走走看 其实它还很好使吗 从得利卡来看看台湾经济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看看 其他商用车为什么也可以卖得这么好 还有哪些选择呢 欢迎今天加入我们的好朋友们 首先有请非常喜欢 越野露营的罗孔敏先生 右脚过度有力的叶明德叶师傅 大家好 还有Devily以及杨昕如Eddie 不要忽略商用车在台湾民间的力量 商用车在台湾可以拿来做生意 改一改可以拿去露营 甚至变成行动办公室 所以从销售量上面来看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支撑的力道在 不要忽略它 商用车其实也连带带动 有客户的这一个牌照的 这一个休旅车等等 其实卖的是下下轿 我们就从市场面进一步来分析了 光看这几万几万几万 你真的会吓一跳 原来商用车店面要买 慢慢吃三碗公的 说到这国内商用车 事实上我们先看去年的 国内汽车市场 国内汽车市场去年卖了43万辆 43.9万辆 其中国产车 它卖了差不多是26万辆 26 然后这26万里面 这个占比只有六成而已 这六成里面 我们再看到国产乘用车 它衰退 它一直衰退到五成八 衰到五成八 那这样看 国产车能够占到六成 然后再乘用车衰退到五成八 那是靠什么力道把它拉回到六成呢 就是靠的国产商用车 所以才把这个国产车 对不对 拉回到六成的水准 而说到国产商用车 事实上 我们看去年的国产商用车 在国内汽车的一个大局 那我们讲到国产商车 为什么讲中华厉害呢 因为它的第一名 CMC的Verica 它就卖了1.3万辆 Verica还卖那么多 你讲到这个Verica 这个林立 它这款车型 别看它小 它这个小志气高 这款车子推出来 在国内大街小巷都看得到 目前这款车型 是2013年改款的车型 它用的是1.3升 30的这个引擎 虽然马力扭力都是80几匹 然后扭力也不是很大 但是因为它好用 它实用 所以说它推出来之后 一直受到市场上的欢迎 或特别是一些小商家 你别小看它 这款车有两人做的 有五人做 甚至有三排八人做的车款 有做到八人做 这52万就可以拥有 可以说是国内最小 最容易入手的 多人做的这种商旅车 这款车子 因应国内市场需要 它不仅有这什么TPMS也有 或者是该有的这些 武器环保全部都通得过 胎压侦测这些 基本药都会给你好不好 然后除了这个Verica之外 另外中华另外一款 强力的这种商车王牌 就是德利卡 这款德利卡也是不简单 别看它这个型很勾矣勾矣的 其实它已经是在国内这种 中型这种商用车里面 它是最强的一款 现行车款也是非常厉害 它也是有八人做的车型 然后它的规格目前来说 它是属于第三代车型 已经销售十多年 但是到现在还是历久迷新 到现在还能够突破九千六百二十六万的挂牌数字 月销八百多台 然后另外一款就是这个Zinger 目前这款Zinger它已经是 它是继弗里卡之后 中华自行开发的一款商旅车 这款商旅车它非常厉害 因为它在2015年推出这个Zinger双银 已经是它独一无二 所以吴念珍导演副子俩可以轮着开 因为这款车子它过去有一款对手 就是Toyota的Innova 但Toyota的Innova在去年六月 因为它无法符合这个国内要求 要加装TPMAX的要求 就是它要侦测汽车 所以它就退出市场了 而中华它在这款车子上面 如同其他德里卡或Velica上 中华是不计血本 把所有该符合国内的规格 它全部都加注进去 使得它这款车子跟其他德里卡跟Velica一样 都可以符合因应国内需求 然后来配合国内市场需要 中间我们跳过这些其实算是修驴 包括CRVR X-Rail 包括Outlander 其实有些人也是拿这些修驴车来做商用的 但为什么现在都挂CMC呢 这是应该这样说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 中华它跟日本三菱有长久的合作关系 但是经过这长久的岁月 因为中华因为日本三菱 它的母厂的一些变迁 它什么历经都跟戴马克莱斯勒的合作 或者是它本身的一些车厂的一些因素 所以它的实力一直在减弱当中 然后幸好有中华 它一直在支撑这个三菱 然后它这个商车 然后当这个怎么说 日本母厂它的车型无法无以为继的时候 中华跳出来说 我替你继续开发 因为老实说 日本三菱 它已经把它的发展重心 就是它的车型的开发重心 在以前就已经什么时候 退出了它商车 尤其是一些东南亚市场 或者一些中东市场 所以当它退出这些市场之后 中华它发现到 三菱没有注意到这些市场 但是中华说 我可以自己来做 我可以把这些商车 外销到东南亚 或者外销到中东地区去 所以它就把这些车子 做了这些改良 然后请注意 你外销出去之后 你也有销售体系 你销售体系那边 没有三菱的体系 没有销售体系 那该怎么办 因为三菱那边是三菱的 日本三菱的 它说我是卖一般的车子 我没有卖商车 所以中华说 那干脆我自己来弄 所以它也就是 又把这些东西 干脆坐车子 顺背也把 就是把这国外的体系 也建立起来 所以你看到 像不管是Valerica Delica或Zinger 后来都有外销海外的时机 确实我们这样看 今天我们要出去看的是Delica 这个车子其实 做了改造之后 还蛮不一样的 而且它其实本身的 这个底子就很不错 所以你要去Offroad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要看看 Delica其实 它的面貌改变了罗哥 这个是连罗哥这种大男人 都会心动 可惜 概念车啦 对 这概念车 而且我相信它是基于第五代 其实就是目前还在服役的这一代 然后因为最近呢 整个的家族不是都改了 所谓的Dynamic Shale的 有没有 你看好漂亮喔 对啊 然后就把它弄成是商用车耶 弄成这样好凶喔 漂亮都不得了 有点跑车的感觉 对 而且它后面也是滑门 然后它这个整个车尾 也是这样子直直的下来 所以它其实真的还是以商用车的用途为主 对 但是你看那个造型多帅 对 帅 跟我们现在台湾还是正在卖的 这个可能不是你的菜 这第三代 拜托 我从小时候看它都长这样子了 它就一直就没有要改变它的面容 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这个等一下Eddie会再做更详细的补充 但是我的印象中 这一台1986年就有了 然后后来呢 有出一台第四代 其实叫做Space Gear Space Gear 对 Space Gear其实那时候就把它变成商用化了 但是呢 这一台呢 它其实是有卡车底盘的 但是之后的Space Gear就没有了 所以难怪三代以前 那现在中古价还非常的好 是因为这个 对 但是因为这个的实用性 现在仍然安逸取代 所以它还有这种货车型 就是卡车型 然后也有这种货车型 所以现在的耐用度还是最高的 像我们常露营的时候 我们到山地部落 还是非常多这个爬爬罩 然后还有四轮驱动 以前带我们去露营的队长 也是这一台车 然后自己搞得超厉害的 对 然后我们就 所以我们对德丽卡是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 你知道吗 等一下我们再回顾到第四代Space Gear 好像就变得比较纯商用 就是好像纯粹一台车能够跑 然后有空间 跟以前的那种有卡车底盘 然后还有这个概念车 我听说是Outlander底盘对不对 对 所以说跟这个不一样底盘 完全不一样 就是属性就不一样 开起来不一样 那我们就来回顾 以前为什么德丽卡这么受欢迎 今天我们出动这一台 不得了 我真的要向他致敬了 这个车主 我是向车主致敬 他花了百万元去调整这台车 哇 焕然一新喔 今天要出一个轻松写一旦很特别的任务 就是我们要来试老车 这台德里卡Exit 你就会喔 你就会 可是这是我看过最新的一台老车 新特带的 对 今天的任务应该是顺顺顺开就对了 其实这台也算见证台湾经济起飞 你知道德里卡第一代是在1968年的时候 在日本问世 台湾是1969年 中华汽车成立以后 国人最早认识Misubishi的车 就是这个logo Misubishi其实不是看成龙的电影 是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就是Misubishi就是中华代工 然后它主要都是以前生产商用车 因为它69年开始 那之后第二代车型 德里卡第二代 然后中华才倒入国产 我们今天不是说试老车吗 对 试老车 试这一种的 这台厉害 我告诉你 你要转你去吞 我要去转 翻山越野 因为你知道这台车 它其实它底盘是那种 算是大梁型的 那前悬吊是用一般的避震器 但是后面是用镜子板 镜子板 所以说它很难吞 听说里面超豪华的对不对 超豪华的 来 你坐看看 爱玩越野MPV 你起来你的感动 我可以上去吗 不要说可以 当然可以 不要说你看到这个门板 然后这个踏垫 这个中控台 方向盘还包皮的 好新喔 我跟你讲 它连安全带都是全新的 它椅子是日本订的 空运来台的 真有新的 你才会啊 对 超豪华的 就是这样上来对不对 对啊 扭着 你扭着 好厉害啦 我开这台车的感觉 就是它的坐姿 你有没有看公车司机 它方案牌一定是这样 对 因为平头的 就是它没车头的 它大概设计都只能这样 这台车有个好处 就是我刚才在停红灯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公车里面的乘客 在干嘛 有那么高吗 对 就是这么高 里面很豪华 对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它有两个排档杆 真的耶 对 因为这台是自排 那时候自排算很厉害 四速自排 而且负OD 对 算负OD档 那旁边那支手牌的 貌似手牌的排档杆 四轮驱动结合 对 所以4H在这里 4H在这里 这个长得很特别 很特别 对啊 而且它那个什么 上头再加一个仪表 仪表是高度表 水平表 跟那个什么 温度 哦 温度 对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其实 自己设计的 那上面还有天窗 有天窗的得利卡 对 这个可以打开是不是 可以打开 然后这个还不算什么 你可能觉得天窗还好 很多车都有天窗 你看它后面 三路 后面那个还有遮阳帘 待会我示范给你看 好 我们来看看 然后它是2加2加3 有门还在这边 直接开 这没电动 没电动 不是电动滑门 但是你看这里有豪华吗 米色 单独的位置 你现在打在踏垫 你现在是第一个打的 真的假的 我今天才给你 塑浇摩都踏掉 brand new 那我可以上去吗 look like a brand new 真的 brand new 上来了 舒适吗 而且它的座椅 你看还有两边的扶手 而且这个还有 你看LED的灯 然后上面还有独立的出风口 阅读灯 对 还有独立的出风口 然后它顶棚都全部重新编 而且它椅子这里 还可以调整位置 对啊 这整个是总裁级的座架 对不对 前后纯粥 它还可以转动 还可以转动 真的假的 这样子吗 对 对 你可以跟后面 譬如说你儿子坐后座 对不对 你想要跟他聊天 为他吃饭 它还有越野功能 所以你可以去穷山恶水 我待会要带你去吞一下 真的要带你去吞 这么豪华 车怎么舍得 全台湾最猛的 最占的得利卡 我们现在就出门去好好感受一下 等一下就带大家去吞 我本来想说一台老车 一台得利卡 你要干嘛 就是看一看而已 就里面竟然豪华到那样 我都忍不住想把车子抢下来 对 因为他真的花很多心力 刚才罗哥也说 这个是改的吧 我说没有 那真的是原点 日本原厂的 是日本件 对 因为他那时候 台湾那时候 这台车算特试车 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绿四界 四线的四界线 然后它是五目天窗版 五目那个是萤幕那个木 五目天窗版 你看后面那电动窗那种 那时候一台新车 全新车还没100万 但这台顶精力 一定花一把 因为很多零件买不到 你必须要从日本订 然后用空运 所以我那时候跟你讲说 那时候我早上要去牵车的时候 是真的那个膜 我都才把它撕下来 车主就纯收藏 放着也没在吞 对 但你如果说性能的话 其实也没有特别厉害 但是它那时候很多原件 是用Pajero的 就是Mitsubishi 它有个越野车 SUV Pajero 因为它的柴油引擎 因为柴油引擎的量算比较少 它是用4D56的2.5柴油 然后涡轮 你知道买来 我都会说了 它马力其实还蛮大的 87匹 你看等一下87匹还好 可是扭力有20.5公斤米 但是在那个年代 其实已经算是很实用 因为重点是它有越野性能 所以待会我们去吞的时候 再做这个补充的介绍 对 我跟你讲 德利卡到现在其实 就像罗哥讲去露营去山上 还是很多 对不对 德哥 其实在台湾的平常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就还是会看到德利卡 还是会看到 因为这台车其实在你很多 我们有去过去说 你去九族部落村 或是去像你往武林什么那些风景区 他们很多山青在载客 其实还是用德利卡载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它四轮驱动 它可以有些路 柴油路面 可能因为下大雨被冲刷掉 一台大路切路 它就可以载9个乘客 就爬到 它虽然速度不快 但是它的越野性能是不容忽视的 那后面呢 当然德利卡 它其实因为这是第三代 那第四代台湾是叫Space Gear 那它其实第五代 它本来就有很不错的越野底子 那它甚至还在 还担任过在2007年的时候 担任过这个巴黎达卡的 越野赛的资源车 越野赛的资源车 那不是它去比哦 要强调 因为它已经变成 它已经变成轿车底盘 像刚才罗哥提到 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 而且它的这个2.4的引擎 还是比较多 就170匹跟Outlander一样 就是它其实某方面 已经变成轿车化 那主要去比的是Pajero 但是它能够去当这个越野资源车 其实表示它越野性能 已经蛮好的 因为那时候的正规赛 而这是2006年 它就已经去参赛了 去当资源车 那而且这台车是 Mitsubishi的Rally R改的 就是对于Mitsubishi的改装部门 Rally R算是最强的 对 等于这一台 如果这个涂装 现在台湾有卖 我跟你讲 它一定还是会热卖 而且还可以唤起 当年那些玩老德利卡 包括那个4x4 那台到现在20年 对 然后那时候 如果你买不到新车 你又不想花那么多时间 精力去整理 因为整理那个过程 我都 我没有参与 但我都知道 它真的是很辛苦 叫不到零件 然后你要用订的 要等很久 对 那如果这一台车 能够这时候出来 我相信 大家抢着要对不对 抢着要我不敢讲 到时候 卖不动来找我 但是我相信 会有一些玩家会喜欢 因为就是无可取代 然后它有意义 对 那其实坦白说 现在的中股价 你如果要移高那台20年车 但都没整理 假设都没整理的话 它其实在市场上 应该还有个30来万的 其实状况稍微可以动的 就是你在市场上的 差不多总共好要30万 但是我昨天又特地去谷歌了一下 有十几万就卖了 但是我相信那个买回来 你大概要花很多钱 真的 因为说真的 那时候我相信它的底盘 不太会怎么样 因为它H型大量 可是问题是 口用的啦 对 问题是它的引擎 差不多要改漏油都漏油了 如果你买自排的 那个扭力转按器 大概都差不多掛了 手排的话 你也不要太开心 可能也崩起了 就是你的那个都还是要花钱整理 那内装更不用讲 对啊 因为现在虽然现在的 货车版的得利卡还有在卖 可是那零件不流用 对啊 所以你光看中控台 看起来很像 事实上又不一样 对 椅子看起来很像 倒起就觉得 那机械坐起来就没什么主意 对啊 那个老件是真的很难找的啦 为什么要找老件呢 经典就是经典 来Eddie哥 我们就来看看经典 从第一代流传到现在 虽然是到第五代啦 可是每一代都有它 不同的亮点对不对 我刚补充一下 德哥讲的这个翻修这个 所谓得利卡的一个概念啦 因为第一个说你取得新车的 这个成本比较高 那一般来讲一出手 大概要新车大概六七十万左右 有些人他觉得说那他有中古车 因为他铁来吞 他拿来直接就开 往上山下海 他觉得买个中古车比较不伤 而且那个折旧的钱 其实可能两三年会折旧够二十万 他不如利用这个钱 好好整理一台车 那日系的车子整理起来 严格来说比欧系要容易许多 他有很多零件 他可以共用或者是修改 或者是从比较近的日本想办法 那有一些做这些生意的商家 他就会想办法提供这个服务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讲说你十二万买 你花二十万修好像是个傻子 但是你这个二十万投入到整理好的引擎 翻修好的变速箱 只要技术好零件正确 他其实耐用度都是可以 比如说三到五年以上都没有问题 等于说你拿这个所谓三十二万 你又可以开到五到六年车况正常的车子 所以是这个方向来计算 他说那你怎么 那产值 产值不要论产值的 等于说你是用三十二万 有一个车况很好的整理完的中古车 那你所谓整理的零件是新的零件 或者是可信赖零件 那使用上都是不成问题 所以才很多人一直投入 再继续翻修继续使用 然后它就去一个大坑 你就越陷越深 就像刚刚那位车主 已经不是三十万四十万 是一百万去把它调整到客量 它那是高规格 超级高规格 它就是自己要收藏的 对 我们来谈谈这个德利卡 对 我们从第一代到现在的演技 其实也看得到它的一个改变 德利卡的第一代它是1968年开始 开始研发 那我们讲这个商车 或者是讲这个货车 它其实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都是 这个所谓的有顶有盖 或者是整个是完整的 像比较像商车的样子 其实这个车型 因为底盘是所谓货车底盘 它会提供这个叫底盘车 后面全空的 你自己想办法装 跟这个平台货车 就是我们熟悉的后面 有一个铁板平台可以载货 另外还有这个客货两用 就像这样叫箱形的客货两用 那甚至是说 因为你的地区的关系 使用的关系 还有日本有冬天游下雪 四轮驱动车很需要 而且你要 商用车要送货 所以这个车叫德利卡 它其实英文的来由叫 delivery卡 德利卡是delivery卡 运送东西的一台车 所以它真的是商车的一个本质 所以它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它才可以让消费者去选择 你要什么 有的人只要平台 有的人需要箱形 那有的人需要这个 后面都没有 他自己要自己加装 冷冻车 比如说后面如果你要装冷藏 要冰箱 后面那个冷冻柜 那它是另外再定做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买一个底盘车就可以了 所以它变化很大 开始第一代的时候 它使用1100cc的引擎 1960几年 58匹马力 后来逐渐提升 1400 1200或1600 就是排气量逐渐提升 然后马力大一点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好像为什么你商用车 好像马力没那么大 其实这个商用车 比如说在当时因为科技的关系 还有这个设定商 它其实不是要开快 它就是稳定的在限输内 能够到达目的地就好了 导致就好了 对它没有再要求比较高的性能 或高的引擎输出 所以一切都以这个方便好用 然后再来是稳定为优先 那第二代是1979年发表 那这个第二代呢 它就开始有这个怎么讲 做的比较豪华一点 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商用车 都觉得说载人好像只是 附加作用 只是你是工作人员 你是工作的人 你就在位置上就好 但是后来会有考虑说 我们看这影片 这个第二代四轮驱动 你不是估计车吗 你在那边 但是因为它有这个基因 然后它有这个性能 那大家都说第二代 要比第一代更强 所以它开始用这种 上天下海的概念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根基 因为它还有其他的越野系列 所以它也自然有这个能力 跟这个基因 所以它就放在这个 第二代上 而且四驱展版 大概都是该车系的最高等级 而且第二代很强 它还飞到大萤幕 有时候看成龙的快餐车 它就是第二代在飞 它就是这样 你就想说这买东西 买东西也会飞 你看 我才不是在运东西 我会飞天 第二代就这样打出口飞 第二代就是会 我觉得打响名号 也是这个对科技的 成熟度的一个表现 所以不管是一般的客车 或一般现在上的商车 它的技术力 也有一个目标要竞争 也是因为这样 它跟其他的品牌 有比较大的差异 那在一直到 我们现在的第三代 就是目前还在生产 在台湾的第三代 它大概用2.4升的引擎 那这个时候变化更大了 它有长轴 短轴 平台 货卡 平顶箱车 高顶箱车 还有四轮传动 所以也是因为市场的成熟度 有各个面向 那它在这一代 它做了大概6款的车型 让消费者去挑 所以它的丰富度很高 但台湾比较少 但是在日本 或者是它应该可供的 这个种类比较多 所以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性 所以它也可以成为说 我们称为它有一代霸主 你想当成龙你就买四驱版 你想运货你就买一般版 然后你想要后面空出来 看你怎么运用就对了 选项很多 那我们说来后面的 第四代的Space Gear就不一样了 Space Gear那时候应该是大概在 那个年代大概是1996年左右 它的这个就比较偏所谓的舒适 所以它的底盘就不再像以前 用货车底盘 它直接就叫式的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舒适空间 它整个的这个 都是以像房车看齐 把高级桿拉起来 然后它用滑门也非常方便 我们在这个所谓跟很多车友聊天的时候 它说这Space Gear就是空间大 滑门上下车方面 因为台湾比较 台湾的环境空间比较小 滑门上下车方便 然后它也不算高底盘 它算是这个底盘比较低 所以上下车也是蛮便利的 所以这一代就是比较偏向这个 所谓的休闲 休闲舒适的方面 但是它一样可以载货两个版本 所以第四代的也蛮受欢迎的 那后来的中华就是有这个 有Free Car 有这个有其他的车子慢慢接手 而且以更低的价钱可以继续提供 所以就是以策略方向就改成 以其他的方式来做这个商城 然后后面就有Zinger等等的 后面就第五代 然后第五代这时候就出来了 那第五代台湾就没有引进 那第五代相信都是比较新的概念 跟比较舒适 但是这个我们在讲 日本人在设定一个方向 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是 比较偏这个商业用途的 他就会在商业用途那边 比较多着墨 那我们说它的高级感应该是 会放在四驱版上 四驱版就是变成一个 休闲玩乐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 就是从商车变到玩乐 变成休闲 那它的这个等级不一样 所以它产品定位也是蛮丰富的 那这样我们那台1997年 你真的算第几代啊这个 第三代啊 它还是第三代 可是要讲一下 就是我补充一下 现在买得到的这个商用版的 德利卡 它是第三代继续做 可是4WD的已经停了 它在1999年就已经没了 就完全都没了 所以它才因为这样 它才要再去 才去花百万去挑 不然你买不到四驱 对啊 买不到四驱就好了 林大文你也想买一台是不是 这车子老实说 四驱的德利卡 事实上是蛮帅的 因为它有桌楼房勤感 什么都有 而且现在这车子 也许一般路上也还不常见 但是你只要走到中横 只要走到山区 那个山地乡 那里的德利卡 很多都是这样子的车款 就德利卡车队你们 说那么多 那我们今天就开了这一台 1997年20岁的这一台 三代德利卡 我们来飞天顿地一下 花了上百万整理的 二十几岁的德利卡 到底吞起来怎么样 连这一个后照镜 里面都还有Moda全电动的 我们现在带大家出发 好好吞一下 Let's go 上车了 你还真会找找这一种 有够小有够小的这个地方 这台车比这条巷子还要胖 你确定我们脚会不会滑溜滑溜的 不 这台一定摸越野胎 然后你知道它底盘 离地高又高 所以你看 虎虎生风 我跟你说 你可以走 你看 隔壁 如履平地 其实还蛮平稳的 对啊 蛮平稳的 平稳 平稳 这一条也是台湖中的 对啊 这种小林道 小林道 小林道对它来讲 其实只是刚好而已 我觉得旁边 对啊 宽山越岭 逼金斩鸡 跟你讲都不用怕 视觉会让人很害怕 可是在车子里面 不会 稳稳稳 一点都不怕 一点都不担心 所以要再车一次 还要车吗 好 来来去 准备 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出发 你加速了 不能是一样能得 如果拥有一台这样子的 百万得利卡 我觉得也算是很high的事情 很high啊 对啊 足以足以 对 此生足以 而且你看 你还可以去那种 别人到不了的地方 对不对 你的视野可以变得更辽阔 真的 其实你看这台 你不要说走off road 一般紅路 我晒走也是觉得虎虎生风 对 叶敏哲现在让我喘息一下 现在on road 因为要到下一个定点 你会现在听到那个风啊 就是那种呼呼的风 那不是我虎虎生风带来的 那是冷气的风 因为我怕你中山 冷气又会冷 它真的有豪华感 有豪华感 而且它的引擎是在你座椅下面 所以它真的是前中置 就是以现在来讲 它是用二驱嘛 就是前置引擎后轮驱动 那当然它切四驱的时候 它的方法比较特别 因为跟现在用电磁阀的不一样 好 我们现在到这个原始丛林 你能不能觉得有一种深山的感觉 Where is my road 很清爽的 真叫off road 这个时候我们要切到四驱系统 因为它比较早期 所以你要先切N档 然后再把这个嘉丽箱切到4H 对 4H来囉 对 好 走咯 披荆斩棘 好开喔 对不对 这时候你就看到它四轮驱动的威力 这比刚刚那个还更没路耶 根本就完全没路 根本就是青山 对不对 我们硬是要活生生的杀出一条路来 对不对 好轻松喔 这样有真厉害吗 我想到德里卡应该没那么厉害 就是很厉害 两三下功夫咧 对啊 这个已经算是越野了 但是也不算是重度了 但是已经算是 在微越野的情况下 已经算是比较heavy一点了 感觉它已经是 但它很easy 对 比较easy一点 我本来很轻轻的 所以感觉还好 不用轻轻啦 因为其实一般人到这种荒郊野岭 都会有点怕怕的 但是你今天很幸运 你还有专业驱动员 你看 这骑驱你看 好好玩喔 对不对 你就觉得这台车真棒啊 你可以功课越野 你看 对不对 好轻松 对啊 又有很好的前进脚跟离去脚 你根本就不用怕 对啊 因为根本就一块小蛋糕 对 你看 我们又回到地表上了 刚才已经在地表 只是现在回到这个昂漏的路面 你看 如履平地 你看 而且它前面也有这种防撞杆 它可以把一些崎岖的地方 先把它撞开 就是不要让它去影响到你车头 完全没有影响 而且我好像知道啊 没有车的东西挡到我 很快就被拨到两边了 是啊 easy easy 过瘾吧 好 赞赞赞 这个好像真的坐在公车上去 原本是on road 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平地 然后慢慢的就off road 已经都没有路面 我们就这样披荆斩棘的 其实那算off road 只是我们挑选的地方算是领导 而且你知道 你不要小看那一台车 其实它在我心里 它算RV 它不能算货车 虽然说像921大地震 或什么天灾人祸的时候 很多车队都会用这种车 它载送物资上去 但是说实在这台车 开起来你要先去适应它的坐姿 因为就像我讲 它是平头的嘛 那平头有个好处 就是说它视野其实真的很好 简压就后悔 它虽然高 可是它不会太高 那你坐的时候 你只要先调好你的坐姿 但是在越野的时候 有一些基本观念 想说先跟大家沟通一下 第一个你方向盘的这个拇指 我们开车的时候 指扣会扣住 但你千万不能扣 因为有时候你在越野的时候 万一你前轮去搭到那种酒头 它会弹过来 你的手可能就骨折了 像我这支拇指 把车门拆过 这个就很脆弱 可是车门跟方向盘是两件事 不 车门夹断过 我说已经很脆弱 如果再搭一下 可能整只就掉下来 对 那你又突然找不到 那就不好接 然后再来就是说 它这种车 其实它还是有越野功能 那它因为它是早期的设计 所以它不是像现在 电子阀切得很快 那严格讲讲 它的结构算是 Part-time 4x4 什么是Part-time 4x4 就是它一般时候是2WD 就是前置引擎后轮驱动 对 那你要透过那个接合装置 切到4H 那这种4H的时候 它不是什么路都能开 你最好是在Off-road的时候 因为像它在四驱时候 它的差速器没有那么先进 你在转弯的时候会卡一卡 那如果你在搏油路的时候 在抗车里面也会这样晒 它的齿轮就容易受伤 所以在Off-road的时候才能切 但是因为它还有大L 就是加力箱 再切2L 就是可以再切4L 4L就是加力箱的意思 因为它等于是把你的变速箱 持比再放大 那时候它的越野能力就很强 但是速度不快 但你在挑战越野的时候 因为第一个它有很好的前进角 离去角 那你就可以比较注意的去开它 那在譬如说你要通过抖坡的时候 你不要斜斜的开 容易病 因为它的重心还是比较高 你要直接用车轮前轮这样顶过去 这样会是比较安全的 就有一些小技巧 但因为说真的 你说那个年代设计 它这台车逛很好 可是你说性能多强 就像我刚才讲 87P 不到100P 然后20.5公斤米的扭力 你要死坏 说真的也坏不到哪里去 但是说真的就开这种车就是 诚信而行 尽信而返就好了 对 这是王羲之他第五个儿子 对 真的 这是有典故的 就是王辉之 对 我们要讲历史 讲到 很厉害的 我有点跳出 谢谢你的小绿卡 就是我刚刚只是想问说 请问一下我如果现在中股价 20 30万买了一台 不像他这种整理好 我也可以这样子看吗 可以可以 那天真的太好玩了 但你要带信号弹 因为我们那天前进的是骷髅岛 它是没有讯号的 它是纯粹越 不然你三个几万 总共没好 你在那儿钓车手机 走开还没电话 对 你只能带信号弹 你只能用一根穿云键 看看会不会有千斤万马来讲解 你比较正确的也怕你 真的是 可是我觉得越野真的是 有时候人在都市丛林里久了 真的想走进真正的丛林 去释放心里头的压力 是蛮好玩的啦 那除了说 你如果买不起那种很高价的 或者是那种车子 配给你的配备很好的 那你就可以考虑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嘛 那像现在我们也要来看看 常常在试车的李逸童先生 他竟然是第一次越野 我们来看看他的技术怎么样 OK 今天呢 我们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由福特安排 在台南的大内区 南湾田的一个 Off-road秘境 那今天统哥就要来试一下 统哥从来没有开过Off-road 我们来试一下福特Ranger 他的Off-road性能到底怎么样 这是统哥测试 试驾以来最慢的一次 可是也是最显向完成的一次 好的 我们在这边先做换挡的动作 好 先打空挡 接着我们先转到4H 你会看到 亮了 OK 我们再转4H 4H OK 好 我们把后插锁定 后插锁定 对 OK 亮起来 好的 那我们1档 最后打到Sport 然后我们打2档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刚刚讲 其实这个水很浅 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泥泞的状态 如果是一般吸水石头地 它其实是没有问题 因为是你做了水中的停留 都是很安全的 起步也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泥泞的话 它的抓地力就会不一样 OK 所以我们按一个速度过去 所以要保持一个速度 让它不能慢下来 是 是 就是保持一个速度 再切点油 这边水差不多都已经进到 我们的儿子这边来了 越挖越多 是啊 越来越深了 乱石区我们就是 那其实它就是速度慢就没问题 OK 因为速度快的话它弹簧 地质回馈就会比较容易撞到底了 小心喔 我是故意开在石头上 是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对不对 有时候大石头 你反而应该要用轮子去 去穿一块跨过它 对 不要去 你躲它 你反而下头就受伤了 对 OK 好 快点速度冲过去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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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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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好 好 这玩意开啊 不会是 不会好 不会啊 它就滑 都带行都带行 对啊 可以 走走走 我真的是紧张万分 然后才一千转 本来就是低速高扭的概念 对 真的是很棒 超帅 好 这边穿越脚 穿越脚的话要稍微慢一点点 慢一点点 对对 因为我会觉得会卡到 因为这已经压久了 就已经 下线 对对对 对 很好 这边就比较relax一点 你这样钉 脚都钉起来了 想要看高一点 所以你刚刚说这个 要不要绑安全带 我就想应该是这个 等于等于等于要去看路 而且我们这个路这么 很窄很窄 好 刹车缠住 OK 来我们测试一下 前脱 起步 一 二 三 OK 尤其在下去的时候 就是慢慢才不会去下巴就中 我在流汗啊 哈哈哈哈哈哈 开靠 哈哈 好 转档 OK 然后打到2H 2H 解除那个后刹手并 好 解除后刹手并 解除后刹手并 OK OK 好 完蛋了 好 我们就刹车都放开 让它自己去控制刹车的状态 只要方向盘握好了 好 有 有感觉它在作动 有 如果觉得速度太慢 你可以再增加一点 对 夹一点 对 它左前轮一直在夹 好 感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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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没有没有 刚刚呢 经过一轮试驾 我跟教练有讨论一下 其实教练觉得说现代车 已经越来越安全 它的功能 越野的功能又非常强大 但是对教练来说 他说可能少一些乐趣 可是对我们这种 越野生手来讲 我觉得The Ranger在这边呈现的 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 可是其实它开起来又很舒服 因为它虽然是独立式大梁 但是完全没有以前那种 旧Pickup的那种扭曲的感觉 开起来非常的舒服 然后越野功能又强 好好玩喔 那些我哥也有玩对不对 然后我有参加那个活动 对... 那其实这个挑战其实蛮高的 你如果开你们刚才 先前试驾的得利卡 可能就过不去了 第一个它还有涉水的问题 还有动力够不够的问题 像那台Ranger 它是3.2V6的柴油 所以它动力是非常强悍 而且它要切换4L 4HIGH 那很方便 现在的电子系统 直接切换就好了 就是直接在这边转 你也不用什么 可能要先打个空档动一下 就好了 你都在车内就可以处理 但是现在的所有的循迹 不只是差速器而已 你如果这个轮胎打滑 它还可以用ABS刹车 帮你锁定一下 但是你们那个得利卡 是不会有这东西的 那因为我们常录影 所以以前我们在山上碰到 我们那个队长 就是用那个 德利卡Turbo的四轮驱动 都带着我们披荆斩棘在走前面 我们都上到那个司马库斯 那种山区部落那种地方的时候 你们今天那样子开那个 只是林地而已 真正厉害是还要上坡 而且这是支支行在那边上山 上山上山 好可怕 然后多度都非常的斜 所以如果你没有到柴油的动力 四轮驱动的话 我相信你们的那台恐怕 我们那台是柴油的 柴油轮 柴油轮 那样子还可以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碰到那种 又要上坡又要转弯 然后那个打滑的时候 你们只有传统的那个差速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个轮胎 这样 然后你要小心 想尽办法把那个轮胎 转转的这种情况 把它消弭掉 所以时代不一样 你说现在新的这种Ranger 你看起来好像皮卡 然后好像统哥开得很简单 很轻松都可以过 不过连统哥开那么慢 因为我们在做越野的时候 三个条件 第一件事情请慢慢开 慢慢开 那个教练都一直说 第二件事情还是慢慢开 第三件事情记住前两句 就是要慢 你就是要慢 而且你在水里里面 你不能停住 或者在沙滴里面 你要慢 但是你要保持恒定的速度 否则你一停下来的时候 当你的前两个轮子都 开始重新扭力踩下去 两个轮子同时挖沙的时候 对不起 你也大概也起不来 或是在水里面 在泥巴滚的时候 大概也起不来 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 德国你有受购越野训练吗 有啊 但是我觉得涉水算是比较 大家看起来水花四件 感觉很威猛 其实我觉得难度是最高的 因为你的这个溪谷或是河床下面 它可能有滚石 你不知道 还有它有落差 所以最好这个部分 一定要有这个 有经验的人带你去 而且啊 就是万一你不得已 譬如说你可能带家人去露营 然后可能浪塞百合 对不对 那你不要想说 趁现在赶快冲 在冲的时候 因为它有可能吸水暴展 你最好是拿树枝 或是什么长条物形 先去看一下水会太高吗 所以一般来讲他们在玩off-road 你知道反而不是夏天去缩席 反而是冬天 因为枯水期 夏天你10台起床 你10一台都掉了 对危险 而且水会太穿急 对 反而是这样 其实Eddie哥 你之前有去试过那个Jeep吗 也是这样玩 这个年代久远 大概大概1999年左右 Jeep有发一个 台湾还有销售 克莱斯特销售的时候 他发了一个邀请 去那个中南美洲 布宜诺斯 埃利斯 所以我们从台湾坐飞机 就坐了30多个小时 到目的地 然后再换小飞机 到更内陆 然后很奇妙是那个内陆机场 就是你看完全没有输送带 就是一个小房子就坐机场 然后下了飞机 很有趣的是 那个Jeep请了这个蝙蝠虾 英国 在英国的这些特技 车辆特技人员 来教我们越野 那这个行程很奇妙 就是你从这个河谷 会开到这个3000多尺的高原 所以你就从最低先涉水 然后一路开这个山崖一边 下面你如果打瞌睡 可能就翻下去了 然后一路往上开 然后到高原 到高原是测试 它这个引擎的出力 那我们有就聊 就说英国有Defender 这个好像很厉害 这个跟Jeep怎么样 他说这个Jeep好维修 然后这个销量比较大 也是不错的越野车 但整体的连这个越野 或者在山里面 在开这个四轮驱动车 真的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 也是教学 就是说他会在前面引导你 第一个你看到这个石堆 以四轮驱动车来讲 越野的话 你看到石头上石头 看到高的地方 就往高的 轮胎要在高的地方去 而不要说像房车一样 我要闪石头 让石头从底盘过 这是不对的 因为它那个越野的地方 底盘石头通常比较高 如果你让它从底盘过 可能会把底盘擦伤 这第一个 第二个像我们讲的 经过这个比较深的水的地方 其实它都需要有人 在前面倒影跟探路 所以会有一个人 在水中往前走 他走完一遍以后 他知道这个高度 你会看到他跟你的车子的高度 就看水是到他的胸 还是在那边 你最近这条路你能不能走 所以其实是 有一点重点 需要一点经验的 所以通常都是车友一起出去 大概是这样子 对 到一个你也有去越过也 事实上这个 以前越野就已经 很早就已经有越野的经验过 其实越野车再过去 像德利卡那个时代 或者像当年找的 这Jeep Wrangler等等的 它都属于全机械性质的 它没有太多电子辅助 所以那时候开越野的时候 的确是需要相当的经验 而且还要相当的胆势 可是在今天 当然我们说现在 像我们刚刚看到Ranger 它已经有很多电子辅助 或者是HS 就是上坡协助 辅助等等的 都很方便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就是说别以为说 今天你的车子 现今的车子 科技都很足够了 很方便 也方便调整 就可以让你上山下来 但是很重要的是 还是要有经验的人来带 还是像当罗格讲的 要慢慢的开 不要以为说 这是现在车子 科技很强 你到处都可以开得动 其实还是有风险的 所以要注意 我们今天从 德利卡一路看过来 中华算是最先导入商用车 那它刚好又有四驱 所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 但是有没有其他品牌的选项 等一下回来我们去讨论 在台湾很难找到有一台车 从第一代延续到现在 现在是第三代 在台湾还一直不断不断在卖 为什么呢 还能卖到现在 这就是因为说这个德利卡 它的确是相当好用 我们讲到德利卡 它可以说是中华的创厂车型 中华当年 中华汽车 当年在1970年 就跟日本三菱签论技术合作 说我们开始把这个商车导入 就引进的第一款车型 就是日本三菱在1968年 推出的第一代德利卡 那时候我们国内是民国62年 也就1973年引进来的 然后那时候民国62年 对台湾也是很重要的年代 就十大建设要开始开展了 所以十大建设那是44年前的事情 要平经济了 那是不简单 所以你看得出来 德利卡在44年来 就是见证台湾经济的发展 它当年第一代车型 就像我们现在图片所看到的 它就是一个圆灯这个款式 那时候是1973年12月推出来的 这款车型老实说还生产不够多 所以大家对它 就是说你在路上比较少见到 真正让它有印象的是 在1970年代推出的 第二代的德利卡 那时候大家就开始对这款箱型车 开始有印象 然后这款车型 一路到后来的第三代车型 那就是开始发光发热 一直到今天 卖了数十年都一直是 这个历久未衰 其实它为什么卖得好你知道 因为我其实对中华商车 有很浓的感情 我考驾照完的第一台车 借我就有百利八百 然后它也有那个德利卡 因为它比较长 就是第三代 尤其他们那个铁工厂 它其实有时候货斗够低 然后它还有高顶 然后它又长 其实很好摆东西 就是对有一些商业用途 或是你 但搬家公司一定是用货斗 可是因为我觉得 因为它的样子是比较特殊的 然后它可以置物空间又大 所以它才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 因为在那个过程中 其实包括像福特也有载卡多 载卡多是 Mazda也有那个Bingo 那当然载卡多Maxi 又是Bingo的原生车款 那它还卖到两代 可是还是不敌德利卡 为什么 因为德利卡还是大台一点 对 其他车厂 后来慢慢的就是退出了 对 然后它后来的第四代 Space gear以后 它就不是用那种结构量的 所以它没有truck了 对 那为什么后面的 它不继续做了 第五代的时候 那时候2007年 我们就问中华 他们说人家已经改到 又改两级 今天为什么不改 我们偶尔去日本看都看到 哇 好漂亮 他说这么贵 你买得起 你会想买吗 价格就整个起来 对 但价格会起来 就好像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那个福斯T6 一台100多万 不到2万 然后会觉得说 价格还不错 对 一台德利卡还卖 100多万你要不要买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德利卡 后来到第五代的时候 还有一个关键点 因为日本那时候 只有一个 那时候2007年 我们就问中华 他们说人家已经改到 又改两级 为什么不改 现在我们偶尔去日本看都看到 哇 好漂亮 他说这么贵 你买得起来 你会想买吗 价格就整个起来 对 但价格会起来 就好像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那个福斯T6 一台100多万 不到2万 然后会觉得说价格还不错 对 一台德利卡卖 一百多多万你要不要买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德利卡 后来到第五代的时候 还有一个关键点 因为日本那时候 只有右价版本 当要改成左价版本的时候 你就要付出一笔权利金 而这笔权利金 你算在商车成本上面 它就有点显得划不来 因为今天德利卡第三代 它要卖到今天来 它也是因为产品不贯的 摊提过后 它才有办法在今天 面对各种国内的法规 它可以持续加碼 假如你是一款全新车子 进来的时候 你除了新车的群力金 你又还有台湾的 各种的要求的话 它这部车子就变得更贵 那对国内的商业 这种小商家来讲的话 就显得这负担 变得比较大了一些 对 难怪嘛 对不对 可是后来之前那些品牌 就这样就没了 因为德利卡太无敌了是不是 因为价格也算很低嘛 然后就法规 它因为法规 无法触 所以很多车厂 因为它的规模不够大 发现这个我要加入这些 新的我这些法规模 没赚头 武器环保 又TPMS 对 这个是很难 全部都要加上去 加上去那个成本成本 另外一个是服务体系的 中华的服务体系 就很特别的参加 那商社不需要严密的服务 中华再停车 这个维修点用服务 这也是问题 它这个车如果让它停掉 就是不生产